为纪念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在美诗之一奇异恩典创作250周年的新展览 目前在英国费奴运动领袖威廉·威伯福斯的出身地 英格兰东约克郡赫尔的威伯福斯故居博物馆展出 将展览至今年11月5日 奇异恩典的创作者约翰·纽顿是英格兰白金汉郡奥尔尼镇圣彼得和圣保罗教会的牧师 在成为牧师之前,纽顿是一名奴隶贩子 曾五次航行并参与将人口从非洲贩运到加勒比海的工作 1748年,他的奴隶船从非洲前往英国途中遇到风暴 5月9日,在爱尔兰多尼哥尔郡东北海岸斯威利湖抛锚 船只严重破坏,危急之中他向神呼求怜悯和拯救 最后船只在附近修复 其后在北爱尔兰西北部的德里士 有差点在一场枪击事故中丧命 这些经历不但让他悔改向神 而后更致力于推动废除奴隶贸易委员会的各项宣导 纽顿后来成为一位积极的废奴主义者 也是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 废奴运动领袖威廉·威伯福斯的助理 虽然这位领袖的出生地赫尔 不像利物浦和布里斯托等商业港口那样 直接有奴隶贸易的活动 但这个港口城镇也透过进口奴隶生产的产品 间接从人口贩运中受益 纽顿在1764年被英国圣公会案例 作为教会的助理牧师 纽顿于准备1773年新年礼拜前几周 从拟定的讲题素材 历代至上17章16到17节得到灵感 便邀请当时的诗人威廉 考博和他一起创作后来闻名于世的奇异恩典 歌词讲述上帝的垂帘与词爱 可说是一首自传世诗歌的见证 1773年1月1日 这首赞美诗在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首次公开引诵 后来收录于两人合作出版的奥尔尼赞美诗中 此后 纽顿继续传道 直到1807年去世 是英国国会废除奴隶贸易九个月后 这首赞美诗至今仍持续以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激励着无数人 甚至被英国为暴御为基督教国歌 估计每年在全球被传唱一千万次 其以恩典传颂250年历久不衰 在于歌词中传递出谦卑和救赎的信息 其优美的曲调安慰了历代无数的基督徒 渴望在竹里的凿自由的心 尤其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期间 来自50个不同国家的人们于线上 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和唱这首赞美诗 共同祈愿世界平安 更是回荡人心 其恩典与废奴运动历史密不可分 因而该项展览特意选定于8月23日废除奴隶至国际日开幕 赫尔市议会负责文化和休闲事务的议员 罗伯·普里查德表示 该次展览涵盖了约翰、纽顿的人生故事 他转而反对奴隶制度的经历 以及著名赞美诗其恩典的创作、发展和历史 这首赞美诗至今仍被许多音乐家和合唱团演唱 展览由赫尔海事局赞助 还制作了一部影片 由当地的歌手、音乐家和教会敬拜团表演 各种风格的奇艺恩典 在历史发展的视野下 充分展现了这首赞美诗丰富多元的样貌 这个免费性质的展览由白金汉郡奥尔尼的 考博与纽顿博物馆策划 今年的1月1日开始 美国华盛顿的圣经博物馆 也为庆祝奇艺恩典250周年纪念 举办探索奇艺恩典线上展览 展品包括约翰、纽顿牧师的生平 最初版本的赞美诗集 费奴主义者威廉 威伯福斯的《私人信诈》 以及数十章以这首诗歌为特色的专辑和唱片 刻意识统艺的文章 所有询他们用的访法